大家好,我是嘉尼,今天我們聊的主題是爵士輝雄交易案簡評 關於這個主題我們並沒有寫成文字稿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不要忘了喜歡並分享這部影片 更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事實而鼓勵喔 接著讓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影片中說的數據截至6月20號 實際上在昨天的影片中我才提到麥康尼目前是很多球隊追逐的球員 其中包括六馬爵士等等 我個人甚至認為綠三軍也可以追看看 但只是一天的時間 麥康尼就被教育至爵士隊 但回到現實面這也表示麥康尼的能力是被認同的 我們就來聊聊這筆教育隊雙方的影響 教育內容是灰熊送出麥康尼 爵士送出Jerry Crowder Grayson Allen Kyle Cove 以及今年首輪23順位選秀權 外加一個2020年受保護的首輪籤 首先我們先站在爵士的立場來聊 事實上Ricky Rubio早就對外表示 爵士已經告訴他夏天他不會是球隊的首選 Ricky Rubio在上個賽季其實打得非常出色 但還不夠出色 我們直接來看冰冷的數據 第一競賽爵士長軍得分111.7 聯盟第17名 平均10分106.5 聯盟第4名 有意思的是麥康尼所在意的灰熊隊 106.1分為聯盟的第三名 第一競賽看起來沒有問題 問題出在季後賽 季後賽 季後賽對上火箭的系列賽 爵士平均得分只有97.8分 跟另一賽相比足足少了13.9分 季後賽平均10分107分 則是維持例行賽的水準 進一步來看爵士季後賽 球員的表現 魯比歐場均15.4分 8.6助攻 非要攻命中率4x24 都是非常出色的數據 除了三分球命中率2成之外 原則上 魯比歐已經做到超出他能力的工作了 因為第一競賽 他的場均數據只有12.7分 6.1助攻 更直白的說 爵士球團不能再要求 魯比歐做更多的事情了 爵士未來的希望 都能分離球 在季後賽的場均數據是21.4分 投籃命中率3x21 三分球命中率2x56 另外一個得分點 Joe Ingo 是整個季後賽場均只有6.4分 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x76 以上的數據告訴我們 當爵士的核心確定是 Mitchell跟Rudy Gobert的時候 球隊只能在控球後位上做出調整 更直白的說 就是找一名得分能力 比魯比歐更出色的球員 所以上個賽季場均21.1分 同時也是職業生涯最高數據的 Mike Conley成為爵士的選擇 簡單的說 不是魯比歐不好 但以目前這道陣容來看 1號位需要更有得分能力的球員 接著我們認識一下Mike Conley 12-13賽季年度防守第二隊 上個賽季21.1分 6.4助攻 聯盟第15名 1.3超球 值得注意的是生涯三分球命中率3x75 這當然更符合現代籃球的球風 所以爵士在Mitchell跟Rudy Gobert為核心的前提 不變的狀況下 Mike Conley是1號位最適合的人選 這一點沒有問題 透過薪資表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爵士隊原本是12人有合約 團隊薪資為9220萬 但交易過後變成10人有合約 團隊薪資來到逼近薪資上限的1億900萬 換句話說 基本上已經沒有過多的薪資空間可以操作 但好消息是主力球員都還在 有意思的是Dairy Favors的合約1600萬是不保證合約 球隊可以選擇要不要留下他 但要在美國時間7月6號之前 如果放棄他薪資空間會有1600萬到2000萬上下可以操作 但如果球隊選擇留下他 要在教育市場中做更多的補強是有難度的 對火箭系列賽中表現非常出色的Royce O'Neill 其實新賽季160萬的合約也是不保證的合約 但留下他應該是合理的 因為送走Jay Crow的Grayson Allen這幾名封線球員之後 球隊是非常需要O'Neill的防守 值得一提的是職業生涯他的三分球命中率有三成其次 所以他會不會是下一位爵士陣中出色的3D球員 也是球名值得關注的 就我自己的看法留下Dairy Favors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就今年夏天熱鬧的教育市場來看 包括年薪2500萬的Harrison Barnes 跟3000萬的Elhofford目前都跳出合約了 所以2000萬上下的薪資空間 真的能補進比Dairy Favors更好的球員嗎? 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點 而且真的要認真思考 實際上Gyo在Dairy Favors在攻守兩端的表現都非常出色 進攻效率129全隊最高 防守效率102還是全隊最高 我記得在Gyo在日記的影片中 很多球迷都在討論他的上場時間是不是太少 所以現在爵士要冒這個險放他走嗎? 我們真的要持續做關注 就目前來看 假設留下Dairy Favors 陣容為Mike Conley Mitchell Joe Ingles Dairy Favors Riddy Gobert 板凳上Dante Louise O'Neal 整個來看應該是足夠的 但不足的地方應該是3-4號位 因為J-Cross原本可以打錯兩個位置 所以爵士也許要在4號位上再做個加強 整個陣容會更完整 就我自己的看法 也許可以讓O'Neal打先發3號位 而讓Joe Ingles從板凳出發 也就是讓Joe Ingles取代J-Cross原本的工作 這應該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調度 而且O'Neal在肌肉賽的表現實在太出色了 決士隊一定要培養看看 接著我們來聊灰熊隊 今年灰熊因為抽到2號錢 再加上今年選秀中有幾位很出色的後場球員 一般的預測灰熊應該會選Moran 因為我本身沒有在追大學球員 其他相關選秀等影片可以去參考其他前輩的作品 所以年輕的灰熊當然可以利用這個時間點 送走年薪3000萬以上的Mike Conley 來讓整個團隊薪資更健康 更重要的是可以順利的直接練這位後場的新秀 如同去年老英隊的吹樣一樣 用最快的時間培養出明星球員 順利的度過重建期 透過薪資表我們可以看到 灰熊原本加上Mike Conley是10人有合約 團隊薪資為1億200萬 交易過後變成12人有合約 但團隊薪資變成8800萬上下 這對球隊演員當然是好事 因為還有空間可以操作 比方說要不要留下 UNAS VALACHINAS就是一個選擇 再加上KO COVER 下個賽季薪資750萬 其實只有340萬是保障薪資 所以如果灰熊在美國時間7月6號之前才叫他 球隊當然可以有更多的薪資空間可以運用 體外話聊一下 如果灰熊真的沒有留下KO COVER 他應該很大的機會會加入胡人隊 因為他跟皇上LBJ真的是佔優 好拉尾主題 這筆交易完成後 灰熊的2-4號為人才會相當足夠 甚至可以說人太多 包括Avi Bradley CJ Miles Jalen Jackson Grandson Allen Jay Crowder Kyle Anderson 等等 如果留下KO COVER 當然又多一名球員 所以人才太多的灰熊會不會再做交易 是值得關注的 畢竟可以透過交易讓整體戰力更平均 目前看來 Jalen Jackson會是未來球隊的核心沒有問題 反過來說 是不是要留下這麼多風險球員 因為人太多 上場時間也會是困擾 這一點是灰熊球團可以去思考的點 而在這筆交易案之後 灰熊球團也會在下個賽季結束後 球隊的薪資會是相當健康的狀態 薪資超過3000萬的Mike Conley進到了爵士隊了 現在全隊薪資最高的球員是Persons的2500萬 但下個賽季是他最後一個賽季 所以灰熊隊終於看到陽光跟希望了 整個來看這筆交易 爵士要起戰力 灰熊因為有今年2號籤的加持 要的當然是未來 對我而言灰熊加1分 因為在目前的西區真的太混亂 Mike Conley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員 但只有補他一名球員 足不足夠幫助爵士隊走得更遠 這是我們要關注的 灰熊在季中送走Makasuo之後 球隊本來就是進入重建狀態 在這一筆交易案完成之後 球團不只是薪資空間有了 首輪籤也拿到手了 更重要的是滿滿的封線人才 也許還可以再操作一筆交易 這對灰熊來說可以讓整個陣容更整齊 這也可以加速重建的時間 所以我個人認為灰熊多一分 爵士方面要觀察的是 在勇士殷商所困倒下的這個賽季 季後賽能走多遠 因為在下個賽季結束之後 由合約的球員目前看來 包括Mike Conley只有6人 而在下下個賽季 光是Mike Conley加上 Rudy Gobert的薪資 就來到6000萬以上 實際上這是不小的壓力 所以新賽季對爵士而言 不只是要走得更遠 也要用這個賽季明確知道 未來球隊的核心跟方向 這裡指的是哪些角色球員可以用 哪些用不到 這樣才可以在明年夏天 有更精準的操作 來看一下今天男主角 Mike Conley是什麼星座 他是10月11號生日 也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 是非常具有社交才華的星座 事實上KD Kevin Durant也是 最後花點時間聊一下 我們家的雞排事件 目前這位真男人已經跟我聯絡了 時間已經確定是6月29、30兩天 詳細的地點等等 因為不只是高雄而已 實際上一共有10個地點 所以我整理之後會再跟大家說 也請大家注意頻道相關的訊息 最後再請大家給這位真男人掌聲 說到做到真的猛喔 至於你認為這筆交易燃誰是贏家 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們輕鬆的聊聊吧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得過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適時的鼓勵喔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Johnny 我們下次見 掰掰喔